那麼確診的部分 移工是63人 那本國籍有7人 由這個西堤餐廳的顧客 那麼衍生到遠雄自由貿易港區的 亞序電腦的這個群聚感染的事件 我想這個確診的範圍 那麼主要是移工為主 移工也主要是以菲律賓籍的為主 Do you do the PCR? No? Tonight PCR Tonight PCR OK Are you scared? Yes 桃園疫情繼續延燒 出事的亞遜電腦 一夜暴增70人確診 緊急打起棚架設置採檢站 另外亞序電腦的位在 這個遠雄自由貿易港區內的 這個工廠 我們昨天進行的採檢 105人 那麼確診的部分 移工是63人 那本國籍有7人 疫情之所以大爆炸 追溯源頭居然又是來自西堤 市府疫調發現 有兩人租金與西堤重疊 他們1月9號的西堤吃飯 卻在12天後才被發現 種種隱瞞直到採檢確診 這12天他們稅公司 駐公司 稅公司 涉及員工破千人 病毒早已飛速傳播 移工的工作地區是在遠雄自由貿易港區的 家職區 那家職區有A棟跟B棟 那麼他們的作業工廠是在這個B棟的三樓以及四樓 那麼另外家職區的A棟的十樓有他們的作業倉庫 那移工宿舍的部分有一個在遠雄自由貿易港區裡面 那一共住了209人 那這209人的居住型態是共同生活 那麼以大房間的方式 那平均大概14到20幾個人不等 另外有7個移工宿舍 是在這個遠雄自由貿易港區外 是在這個社區之中 那麼有177人 這個住在移工宿舍 家職電腦員工甚至爆料 有四間宿舍確診 早在1月20號就傳出染疫風聲 而公司也知情 有關亞序電腦他的昨天在處理這個確診事件 那麼有部分的這個員工 那麼在我們下達停工令之後 那麼部分員工仍然有上工 一直有多做了幾個小時 那因此這是違反規定的 疫情如滾雪球般 民眾擔心接下來恐怕滿過年了 怒氣爆發 矛頭直指 吸體 6、7、8、9月都好 5億6千萬到5億2千多萬 到10月疫情減緩 所以剩下4億9千 然後在10月這時候也開始有開始說 十連制是一種浪費 而且沒有辦法做 也有相關的人員要求在取消 因為疫情趨緩 大家覺得說多做這些動作 可能是沒有意義的 這次從這個吸體的 這樣的一個教訓裡面 我知道說如果都有把10連制做好 那在匡列就會快速 那也不會有在這次最後這兩個漏掉的情形 那研發這麼大的一個情緒 土八中心 陶宇寶寶